大家好,繼續收看直播環節有問必答 身邊的嘉賓換作是Jason,研究部經理陳偉聰 你好,Jason 你好 先聽電話 是吳小姐在旁邊嗎? 你好 其實我想問200和586,我不會問222 我想問586是甚麼位置可以進入第一柱 還有200又是甚麼位置可以進入,謝謝 200,好 我們先跟進 暫時來說,海內創業下跌4%左右,21.65 走勢跌得比較急,但似乎想下50天線左右 會否等一會才去部署 現階段,我不建議先入貨 因為我自己看後市來說,未必太樂觀 特別是今天的市場,雖然單體指數是200多點 跌不是好像很多 但在跌的股份數目上,都跌了接近1,500 是相當誇張的 可以留意,如果說586這一類股份 之前都是熱炒了上來 可能有部份的基金,都會維持了不少貨 如果你說這一陣要散貨的話 他們那個跌幅,沽額都會是幾大 昨天就一枝大陰燭跌了下來 今天你說再跌多一陣,去條50天線 暫時21元,今早是頂一頂有個支持 但是你說這一陣的反彈會不會很大 相信未必的 可能去回大概22個領 都會頂著 所以你說現階段去買,那個直博率就不是太高 相反你說去彈完之後 你說再跌的 一旦21元是失手的時候 有機會再回回去 可能是要試買20元 甚至乎更加低 才會有個支持 所以現階段這些位置 我都覺得可以先觀望一下 不用急到入貨 好 還有一隻2800鎊 是嗎? 認賦基金 好 27.4 暫時回到1% Jason剛剛你也提到 港股的後市比較偏淡 是嗎? 我自己對於市況來說 真的看得不是太樂觀 除了剛剛提到的 那個升跌股分數目 是很不合比例之外 也可以留意 你說這幾天的市場 就算是不用跌的 但是很多時候都只是靠一些 中資的金融股 又或者好像是匯豐 這些比較重磅的股來撐住 你看到今天也是 即市跌二百多點 為什麼不是說跌很多呢? 都是因為匯控現在正在升 而且都見到個別一些 本身是沒有什麼人留意的 例如說太古A 恆生銀行 旺旺這些藍銷股 來托一托著市 但是實際上面都見到 很多些基金股 或者一些二線股 跌下來的沽壓是相當之大的 那當你說當那些基金 是沽了這些二線股 到最後一陣 是要開始沽一些重磅股 的時候呢 到時候的指數 就可能會跌得再深一點 那之前經常都說 就是2萬7個關口 是相當之關鍵 那雖然今天暫時到這一刻 都不是說正式跌穿 但是由於本身它的勢頭 都不是說那麼好 再加上明天 MSCI公佈了那個 A股是否納入了 成份股的一個消息之後 一旦公佈的結果 是不理想的 又或者再加上 今天收市之後 會控公佈那個策略日 說的話 如果市場都不是說太滿意 那有機會導致那個指數 都會再落深一點 所以某程度上 如果你說今天都只是 勉強維持2萬7個關口 但是彈不起來 明天一旦開始是跳跌跌穿的話 那可能到時候那個跌幅 會再向下走多 你說1,000點 800點都不出奇 所以現階段要買 我覺得 不是說那麼適宜 2,800都可以等一等 Jason你不要嚇我 800至1,000點 都看得挺樂觀的 不是樂觀的 是不是悲觀 對不起 我真的嚇倒了 整個形態 現在是做的一個大型雙頂 你量一下雙頂的頂部 是2,800,600 那條項線是2,700 你拉回那個幅度 也有1,500點 所以你說跌穿項線 再向下走多1,000點 不是說真是一些 很意想不到 或者一些很驚奇的事 好擔心 你說到 好 都回答來了 是嗎 吳小姐 好 謝謝你 好 下一位我們等著 李太 麻煩 我想問2382 我沒有貨的 想問哪位可以買 還有一隻232 也是沒有貨的 我想知道232 是否做軍工股 又是哪位可以買 好 先說這隻2382 暫時來說 就沒有貨 家庭觀眾想了解 前景 我們看看走勢 16.24 現在跌8 勢頭都不是太漂亮 因為都被十天線一路押著 而且更加跌穿50天線的位置 沒錯 你說得對 這隻股份 也在之前那半年 是基金掃上來掃得很厲害 之前更加是升到上去接近20元這些位置 但是去到那些位置 升不穿 這一下下跌 其實都下跌得很急 而且都要留意 本身穿了那條50天線之後 其實整個形態都做了一個大圓頂 接下來再下跌 我覺得真的有機會 要試去14個嵐的位置 所以現階段這隻股份 如果你說是拿著貨的話 都應該要以一個減榜的策略為主 還有一隻232 想了解情況是怎樣的 1.4毫半 現在跌6.5% 問到業務 我讀一讀 它主要從事生產和分燒一些紡織品 和航空技術相關業務 包括開發製造和分燒直升機 以及貿易業務 這就是它所說的業務分佈 我們先看看情況 現在去到1.4毫半的位置 那怎樣部署這個股份 有沒有什麼國策可以受惠 單聽名字 你說中國航空工業國際 當然就好像跟一些航天 和軍工那些有關 和你說它的業務的確 是有做一些直升機的 但是看它的規模 其實是相當小的 例如你說見到它去年 全年的業績 營業額都是7000多萬 所以你說實際上 在那個軍工或者航天業務 那個比重是否真的這麼大 或者支撐是否這麼多 絕對不是的 所以純粹都只是借個名 借個概念來炒 令到股價之前 曾經由五六毫子 炒至上去一個八毫八 但是始終概念的東西 就未必說可以很長久 如果你說這一陣 當那些資金開始流走了 那這些概念股 也都是有沽壓的時候 那它們跌下來那一下 就可以跌得比那些籃籌股 是更加大的 所以現階段 你見到它的股價 穿了十天二十天線 兼且都找不到一個很明確的支持 那我相信它短期裏面 還有機會會試一些低位 在下個位的 可能都要看一條五十天線 大概是過二左斤的位置 好 暫時都不是太大特別 因為剛剛Jason你說到 這間公司編號二三二來說 它2014年的營業額 就說升了四成八 總共有七千萬元左右 那我再拆分來看看 那這七千萬元有什麼 即是來自哪一部分 那真的沒有什麼 航天或直升機那一部分 為什麼呢 因為看它原來針跡和紡跡的業務 營業額是有得升 升了一成一 去到五千三百多萬 已經佔了很大部分 其餘那些就是什麼呢 就是貿易業務 營業額錄得 就是接近一千七百萬左右 沒錯 所以你算一算 就不是太特別了 大家留意這件事 多謝了 你看你的電話查詢 我們現在就要看看電郵方面的情況 這位朋友想問近日比較熱的股份 就是Sam的電郵查詢 問華泰發生什麼事 6886 我們今天都說了幾次 比較失望一點 回到招股價24.8的低位 暫時這一刻都跌1.6% 這位朋友想問前景是怎樣部署 因為它說是IPO抽回來的 沒有透露到有多少手 怎樣看回情況 華泰短期都要捱一捱價 因為始終本身之前上市定價 不是特別便宜的 而且看到昨天方面 好像社保基金 都用一個相當大的折樣來買了 或者中信證券 是一個相當大規模的股份 大家都懷疑 所以我認為中信證券 是用一個這麼大的折樣來配股 對於整個勸商板塊的股值 都會有些影響 再加上如果你說在短期裡面 中證金又說要收緊兩融槓桿 A股方面又有回調風險等等 這一類的勸商股似乎 短線裡面都還可能會有個沽壓在 所以如果你說IPO抽回來的 如果你數量不太多 你可以先放著 但是如果你說種得比較多的時候 這些位置我都建議可以去減一減遲 好 還有一隻就是長地 1113 他說在70元左右入貨 當然又比較失望一些 現在跌2.5%去到64.5毫的位置 單位曾經見過63.9 講到長地方面 反而不會跌得太多 因為始終去到現在這些價位 對比他的NAV來說 都有大概接近3.5%以上的折樣 我覺得是合理的 再加上你說 李嘉誠會不會有機會增持自己的公司 畢竟他現在持續的股權 不是說真的很多 所以去到這些位置長地 就算你說根據市場跌也好 他的跌幅 相對一些中資的概念股來說 都應該會比較輕微一點 謝謝你 節目時間到這裏 我們休息一會 暫時回答完就是E-mail 各位觀眾有任何問題 隨時打給我們 休息一會 稍後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不要走開了